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帅哦 模仿的挺像 你也挺利索 开玩笑 我可是喜剧专业 迪哥 您真有意思 我第一次来您就要针这个名额 嘿 没想到吧 其实我会针疼手铐 厉害啊小男啊 但是你想不到的是我会真的开枪吧 没想到吧 这是我准备的测温箱 好的好的 果然厉害呀小文文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一期的百变大咖秀只有一个上台的名额了 我岁数大 留给我吧 我年纪小 需要舞台经验 什么意思 说好的上来协商呢 难道我们到了这个天台上 那你就是真的上来晒太阳的吗 你 嗨 被你发现了呀 嗯 来 一起休息一下吧 我发现你还挺会享受生活的呀 但是你没想到的是 哈哈哈 我早就在你他椅子上面涂了强力浇水 你试试站起来 掉一层皮 确实啊 你没有想到你 会有浇水 但是你更没料到的是 就是 我 部署了卧底 卧底在你这个卧底的旁边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果然有远见呀文文 哈哈哈 但是你没想到的是 我早就识破了他的身份 他现在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 他不再是卧底 他是我们小区的保安 哈哈 哈哈哈 没想到吧 哈哈哈 哎 你不是被粘住了吗 我早就料到你们会用胶去粘住我 所以我穿了两条裤子 哈哈哈 给我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以前没得选 现在只想好好上台模仿 好啊 你去问问导演 看他让不让你好好模仿 那你这是在逼我 对不起 我是导演 恭喜你通过的考验 你不停电机的上台 哈哈哈 说到我是谁吗 哈哈哈 导演你看我模仿的还行不 你那两个记得同事上台 哈哈哈 好谢谢导演 但是在被踩的时候 他的那个骑头帘 是这样 这样下来的对不对 刚好来把整个 这个大脑门露出来 整个脸露出来 就觉得哇 好好看哦 好